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今天带您来看到 马来西亚政府与中国间的关系发展 自从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上任后 不只对内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也显然成为一项挑战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的特使 新政府元老理事会牵头人达英 上星期访问北京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计划下个月访问中国的首相马哈迪打前哨 同时试探中方对于在马来西亚中资项目 进行重新谈判的态度 达英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 和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 但马国外交部长阿布都拉表示 马来西亚与东盟其他成员国会加强合作 并在下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上 寻求与中国加速协商确保南海和平的法规 阿布都拉在国会上表示 马哈迪在处理争议改遇的问题上 表达希望让态度变得强硬的讯息 具体政策会在9月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公布 同时也批评政府在南海的军事化 加剧区域内的紧张局势 呼吁各方应该保持克制 遵守国际法 海峡时报报导 让马中关系重回正轨 是马哈迪政府上台后的重要任务 今年5月 马哈迪出乎意料地 击败了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前总理纳吉 再次出任马来西亚总理 观察人士一度纷纷猜测 马中关系有可能发生重大转变 然而马哈迪执政后数次公开表示 高度重视对华关系 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仿真不变 并希望尽快访问中国 不过马来西亚国内局势的变化 却传递给外界另一种讯息 马来西亚逮捕了前总理纳吉 并就纳吉等官员涉嫌的贪腐案件 进行了调查 发现马来西亚国家的真实负债规模 已经超过约2700亿美元 达到全国GDP的80% 随后 马来西亚先后宣布暂停了四项中资项目 包含一条铁路 三条天然气和油气管道 涉及中方资金高达220亿美元 负责调查一马基金丑闻的官员表示 整个项目就像一个骗局 很显然有洗钱的因素 马来西亚把钱交给中国公司 当局怀疑这笔资金流入与前政府有关的各方 调查官员表示 这笔资金被用于偿还与一马基金有关的债务 一马基金目前的负债已经超过120亿美元 达英上星期在北京与王一会见前 马来西亚反贪腐委员会突袭了两家位于吉隆坡的中国公司办公室 知情人士透露 特使达英事前并不知情 中方在会面时提到了对突袭检查中国公司的事件表示关切 令达英十分尴尬 中国是马来西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马中关系是否能保持稳定发展 对马来西亚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然而马来西亚国内对于中资企业涉嫌 马来西亚前政府官员贪腐案的猜测 给马哈迪重建马中关系的希望增加了许多困难 明镜焦点记者黄仁杰 整理报导